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的基本功能 那么在这一章我们尝试将它移动化 让这个Web应用在移动设备上也能有非常良好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这个程序在移动端的运行效果 现在这个程序像之前一样还是显示在PC端 大家可以使用F12 注意我这是Chrome的浏览器 进入开发者模式 这点我们之前在使用JavaScript的Console进行调试的时候已经进入过 这里大家注意在最新的Chrome浏览器下 在下方的这个菜单中 大家会看到这有一个移动设备的标识 如果点击后则弹出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当然有的同学如果安装了Chrome浏览器以后 可能当进入开发者模式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进入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Chrome为了方便移动web的开发而新设计的一套device的界面 通过这个界面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我们的程序在各种不同的设备下的效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在这个界面玩一玩 那么我之前这个有过实验 所以这个设备现在默认的是Apple iPhone 6 Plus 大家可以尝试比如说把它调成iPhone 5 之后在有些时候可能大家需要手动的刷新一下才能考到新的效果 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界面会自动帮我们刷新 当然另一方面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加减号 然后来放大缩小这个界面显示的尺寸 深灰色的阴影部分就是相对应的实际尺寸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池也进行了改变 大家可以拖拽这个框的大小来改变设备大小 当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能并不需要指定一个设备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设置一个大小 看我们的应用程序在各种不同大小下它的实现的效果 当然了在Device的这个下拉框中 苹果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主流的设备 比如说苹果的iPhone系列 那么这个是我在iPhone 6下 或者Google的Nexus等等等等 在Screen这个选项下也可以看到各个不同设备 它实际的屏幕的分辨率的值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看不同的设备 它的分辨率具体是多少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显示相对比较小 感觉就是在网页版中经过缩放放在了这个设备上 那么这样一个效果显然它的体验不够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怎样经过操作 来让它更好的适配移动端的屏幕 做移动端的屏幕的适配 在这里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在HTML的头部分 需要写一个叫做Viewport的原信息 那么这个原信息将指定我们的应用程序 在不同的屏幕下 它的具体显示效果有什么 那么在这里呢 向大家介绍这个Viewport的语法 一个Meta表示是一个原信息 Name等于Viewport 关键在Content的部分 那么这里面Content包含很多项 通常情况下大家设置这六项就可以了 分别是Wheat表示具体的屏幕尺寸 大家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像素值 也可以使用Device width 就是表示使用当前设备的宽度 作为屏幕宽度 那么Heat是同理的高度 可以设置一个具体的像素值 也可以设置使用当前设备的高度 作为屏幕高度 下面三个选项都是跟Scale有关的 首先Initial Scale就是初始的伸缩量 也就是在应用运行初始 是否要有缩放效果 通常这个值是1.0 老师是没有缩放效果的 下面两个Minimum Scale和Maximum Scale 是指如果我们可以进行缩放的话 缩放的最小尺度和最大尺度是多少 那么通常这种应用程序呢 都是不允许用户进行缩放的 所以通常这两个值呢 也设成是1.0 最后一个叫User Scalable 是指我们这个程序是否允许用户缩放 那么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设置了Minimum Scale和Maximum Scale 它们不同的话 肯定我们就需要让用户能够缩放 但是在这个程序中呢 我们不需要用户进行缩放 所以选择No 这样的一个语言信息 相当于告诉了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视图方式 来显示我们的移动应用 下面我们尝试按照刚才的讲解 在Head下添加Viewport这样的语言信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晰 我把这个语言信息分成了很多行 刚才讲的六项都放在了Content中 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语法 Content中要以双引号扩上这些内容 同时每一项以逗号分开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打开之后仍然显示是在PC中的运行效果 我们使用F12进入浏览者模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device下 选一个大家熟悉的设备 比如说Apple的iPhone5 那么此时不会像之前一样 整个应用程序被缩放 站网在这个设备屏幕的中心的位置了 而是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这是使用我们在程序中设置的800这个像素 Converse的宽度和高度 把我们的这个应用呢放在了设备上 我们的应用程序相当于是 以原始的分辨率的形式 显示在了移动设备中 那么这样很好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尺寸的设置 使得在不同的屏幕尺寸下 我们的Converse进行动态的调整 以达到屏幕自适应的目的 大家加油